美国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独立宣言 其中规定人人生而平等并有权享有生命 自由和追求幸福 美国宪法的序言也有类似的用法 宪法的部分目的被认为是 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后代争取自由的祝福 纵观美国历史 对其民族精神的批评一直存在 美国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演变 反映了美国人民不断变化的价值观和优先事项 在美国建国初期 美国梦与人人享有自由 平等和机会的理想紧密相连 然而随着国家的发展和工业化程度的提高 美国梦转向强调追求财富和物质成功 今天美国梦继续发展 以反映美国人民不断变化的需求和优先事项 对美国梦有很多批评 其中包括 一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 对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强调导致了美国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文化 这导致工人缺乏团结 因为工人为了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福利而相互竞争 是的 美国梦对所有美国人来说都是可以实现的 美国梦是一系列理想 包括代意至民主 权力 自由和平等 自由被解释为个人繁荣和成功 以及自我和社会进步的机会 美国梦一词由詹姆斯特鲁斯洛亚当斯 James Traslow Adams于1931年创造指出 生活属于每个人 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成就获得机会 无论社会阶层或出生地如何 他应该是更好 更丰富 更充实 近年来 美国梦发生了重大变化 他已经从人人享有平等机会和繁荣的理想 演变为对财富和成功 更加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的追求 这种转变是由多种因素所推动的 包括全球化 科技进步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 尽管美国梦仍然植根于自由 平等和机会的理想 但对许多美国人来说 要实现这些理想变得越来越困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